《科學委錄》 我們今天要回顧Aresibo的望遠鏡了 就好像它報銷了之後 現在決定就不搞了是不是? 是的 其實為什麼特意說這個望遠鏡呢? 其實也是剛剛這個禮拜有一個新聞 就說正式宣布這個鏡就醫回了沙藥費 就不會再扔錢去重建的了 因為其實先前就經歷過風暴 它也條纜斷了 然後甚至我們拍到條纜斷的過程 怎樣去一步一步的變成頹門敗啞 那時候其實一直都吹了 就是沒有什麼希望它收復了 現在就只不過正式宣布了它就不再收復了 其實如果看回Aresibo的新聞 如果搜尋新聞你就能看到它最近的那個近照 怎樣變成一個的頹門敗啞 看到這個對於人類天文學的發現 就是我們上一節最後就特意選了一個天文的發現 跟大家說 James Webb正正就是初出茅廬 就拍到很多的美麗東西 但是曾幾何時呢 當我們沒有太空望遠鏡技術的時候呢 我們怎樣開我們的天眼呢 就是靠這些在地面上面的巨型望遠鏡系統 那雖然我們很多組不同的巨型天文望遠鏡 甚至乎在中國那個貴州的某個盤地那裡 都有一個比Aresibo更大規模的望遠鏡 但是始終那個新 我們期待著他們更多的新發現 但是Aresibo這個巨型的天文望遠鏡呢 在過去的60年服務來講呢 就真的貢獻到我們非常多很美的結果 所以他現在今時今日宣佈壽終正寢 真的要給一個回憶錄給他 給一個好的回憶去介紹給大家 這個Aresibo望遠鏡就是在波多黎國的 那我就很強調就是 我第一次能夠知道這個東西存在 就是在一個A-level的一本textbook的封面上面 他就用了這個Aresibo望遠鏡來做它的封面相片 那到我自己去到美國去到讀書 就來畢業的那個時間呢 竟然有一次機會我自己親自去過這個地方 所以我對Aresibo的天文望遠鏡呢 就是因為自己去過 就更加多這些無謂的仇善感 大家可以取笑 但是我就會覺得始終就是 沒有了這個望遠鏡其實就非常非常可惜了 就是我不知道台長你會覺得怎樣 就是有沒有曾經試過這個Aresibo望遠鏡的發現 是令到你印象深刻的意思呢? 我看Carl Sagan 但是那個黑馬先說 現在我們最要看後面的圖片 真是退換範圍 是啊 其實他要講一下他原本的結構是怎樣的 基本上是一隻鑊的結構 但是那隻鑊你不要以為是一隻很實心的生鐵鑊 因為如果你整個東西做到實心蜜籠的話呢 一下雨 那些雨就墜落到窩底了 那些垃圾就掉到窩底了 所以其實整個東西就是一個網狀的結構來的 就是這隻鑊你遠看就是一隻以為是蜜籠的鑊 但是你走過去呢 基本上就是一大個鐵網的結構 於是他有那個疏水的能力 而且很有趣的是下面他拿來做溫室的 因為相對來說 能夠下面保護到的環境 就不會太陽很猛 比較溫度適宜的環境 下面那個鑊的結構下面就做了一個溫室 但是那個溫室你都要控制住 就定期要剪草的 不然那些草都生了上來 爬滿了那隻鑊 那就用不了來做天文觀測了 所以就兩年 就是他溫室和天文觀測的功能 在很長時間一直都是這樣運作著 然後就有三隻香雞在周圍 是半天吊著一塊的信號接收的那塊東西 在一個鑊的焦點那個位置 就是他不是從鑊那裡插一隻東西出來的 他在一隻鑊的周圍 每隔120度好像三隻腳那樣頂觸而立地 就是有三隻腳上面再拉三條鋼籃去吊著中間的一個探測儀 這個探測儀我是可以將它適當地擺在不同的位置 來去對應就是說我們想量度那樣東西的不同的焦點 那個距離在哪裡 因為有時候就是說我們有些東西近一點和遠一點 你是需要做一些變焦的動作 來去拿到最佳的效果 那他這個設計我覺得最聰明的地方就是說 他這個鑊本身的那個彎道雖然就不是可以怎樣去大變 是可以變的 但是不可以大變 但是他那塊上面吊著那個探測器 也都可以調教他的高低 就是說他是一隻有輕微變焦能力的一隻眼來的 因為是天眼來的 非常了不起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那這次講的 如果講中國的那個貴州天明望遠鏡 它就更加大了 那個變焦能力更加好 那講的性能就一定會比這個更好 但是始終都是 它還是很新 所以我們期待他們更加多美的東西去發現 但是這個阿里斯堡望遠鏡呢 你計算一條數吧 它在1960年代就起成了 那個年代就是配合了Carl Sagan 你想一下對於那種 加上那種太空競賽 一起去發生的時候 這個阿里斯堡是不止進入了科普的範圍 我一直是科幻的想象都不奇怪 所以那個地方拿過來拍戲 但是據那個維基百科的介紹 其實它最初的用意不是這樣的 它就說原來美國的防暴 那個ARPA是一個很著名的聯護聯網那裡發展出來的 就是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原來是想偵察在離子層的導彈的含鐘 所以它才給錢去做這件事的 你想一下那時候五、六十年代 很多這樣的太空項目都是 就是這樣說 為了掩飾它那種軍事企圖 就拿去成為一個太空研究項目去上架 我們其實今天有一宗就沒有拿出來說 就是有個譬如加馬射線爆發 那最近十月九日有一個比較厲害的加馬射線爆發呢 我們也都追蹤到 那當初為什麼發現到加馬射線爆發呢 其實都是因為一個軍事衛星去探測這個大氣層上面的 那些加馬射線活動 從而監視蘇聯有沒有偷雞進行核試 的一個這樣的project來的 但是它就用了一個天文觀察的名義來去上架 那就是說你說Aresibo它有這樣的功能 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有客觀地來說就是 它的確做了很多很漂亮的天文的新發言 你有沒有舉一些例子出來 要做一些是哪些很漂亮 就是令我們難忘的一些的政策 有一個我自己還記得就是 基本上就是鐘子聲它那些的發言 那這個很簡單的一個天文概念 我們現在要講的 白矮星、鐘子星甚至黑洞 我們都覺得已經不會懷疑了 它是實際存在的東西來的 但是Aresibo本身它就找鐘子星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它不只是在說發現 它不停地找到 甚至乎在說貴州那個天文望遠鏡 它一樣都是找到新的鐘子星 但是呢 令到我們確立到對於這些鐘子星 這些天體物理現象的認識 Aresibo就絕對功不可沒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它那個 就是那種這樣的去觀測 獨立天體信號那種能力 就非常之強 那小弟當年去的時候呢 就2008年 我就去過一次 那時候就故意租了一輛車 就駕進山區那裡 來去找這個地方 那它那裡呢 就除了那隻鑊之外 它真的是去歡迎給公眾去參觀的 那它那裡就有個展覽館 那有些可以預算給小孩子玩的 就是有一些東西 就是小學生 初中生都有些東西可以拿走可以去看的 那它有個tour帶你去參觀下面的那個溫室 就是你真的可以走到那個鑊底下面那裡去看 又真的比較熱的鑊底那裡 很焗著 焗著 就是比較溫暖的樣子 那也有個位置讓你走上去 背景背著那隻鑊來去拍照 就是非常之厲害 那時候我還記得 以前我們做科學生肌的時候 都有介紹過它的新發現 但是對上一次 甚至乎我們也有介紹過它 怎樣爛了 那其實也都說回 整套東西就不只是去看這個天文望遠鏡 在你周圍的波多黎閣那個山區 其實有很多東西你去參觀的 如果你是喜歡玩咖啡的人 有去的咖啡園 你可以去那裡自己去買那裡的咖啡豆 就是你不喜歡波多黎閣的咖啡豆 是一回事 但是你喜歡玩咖啡的人 你一定看到那些東西一定會黏在一起 然後也有很多中雨石的藍洞 很多自然的景觀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很難忘的 是一個既有自然生態 地理 甚至天文的東西 就在波多黎閣那個山區 就在這麼小的地方 你就可以找齊了 就是非常精彩 但是現在你說Aresibo 這樣一下子倒閉了 就是賴過以後不用去啦 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們看其實在2020年 他們仍然有發現一些透過天文望遠鏡幕 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天文的現象 為什麼現在不肯給錢再下去搞呢?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上次介紹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上次介紹的時候 就是在拍著其中一條艦斷了 最初就是有一條艦鬆了斷了 於是那塊東西就半天釣魚在那裡 就拖慢了那個進度 就是令到它一路就擺著 救不了 另外就是 就是那個位置真的算是格涉的 都是那種經費的問題 我覺得兩邊的夾之下 就硬地把這個天文望遠鏡 是暴廢了 就是我會這麼說 如果不是因為那個瘟疫的話 我猜舊東西就可能早些有得救 就不用救得這麼貴 現在是去到一個地步 它還要求正又打風了 那令它難上加難 就是現在這樣說 你救回去不如你重新起個過 這樣的意思 但是起個過 你都要找回好的位置 不是到地方都更好 就是你說這裏 是不是可以把它再發大 來做得更加大呢 那真的這個就不知道大家 去怎樣去想 就是同一時間 例如這麼說 有時候有些天文東西 就是貪身亡舊的 我們就在這裏懷舊回憶 現在外面又有新一些的 你說中國貴州那一塊 人家那一塊更加大更加漂亮 我們與其在這裏和別人鬥大 那不如就是和別人合作研究 此其一 另外就是說 那些天文觀察設備 也都不止是這一類的 也都有其他 大家可能做天文的 放更加多的心機 在我們最新的望遠鏡裡 拿最新的東西 那可能大家寧願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舊東西 更加像是一種 你問我就是說 對於那個研究價值來講 其實那個懷舊回憶的意義 就大於真是做新發言的意義 但是起碼可以建一個博物館 等人去參觀 等年輕人或小孩 刺激他們對千文的興趣 現在純粹在講 那裏也要建立一個教育中心 新的東西就不建了 舊的東西就留在那裏 讓人參觀一下 告訴大家 這裏曾幾何時有一些很偉大的發現 很老老實實講 我當初肯去 就是因為我知道這裏還在運作 有很偉大的發現 如果這裏要我看一個廢墟 我想這個廢墟 你起碼要給一百多二百年歷史 我才會有興趣去看 是啊 但是如果它在運作的時候 其實有多少人要搶著那裏 那裏我具體的數字我不知道 就是講一百幾十就走不掉了 但是很悶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只是做天文那些事情 這下最壞的是什麽呢 那裏的手提電話信號是很差的 很搞笑 那裏的手提電話的信號很差 是啊 就是因為它不想讓你地面的信號干擾到 它接收外面的信號 你最好越少有聲音 你搭光纖的 是啊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介紹 中國那個貴州的project的時候 當時要請操作員 請在那裏的人員去最麻煩的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要求 不准用手提電話 因為那裏是不會有手提電話的機站 讓你去用到手提電話 有什麽你就要打那裏的直線 就是那條Land Line 那你如果說上網也是這樣的 那你要去那裏解悶 你一定要在那裏 就是你如果有手提電話 那手提電話你不可以拿來上網 也都我想就是它有一部 就是可能指定是由一個單位 去供給你的通訊設備來做的通訊 你就不可以隨便帶自己的無線電信號進去 去干擾到觀察結果 那這個完全是它那個的 就是因為研究上的要求 你要去越靈敏 你就其它周圍的Noise 你都要排除得越好 那其實這個也是 為什麽擺在波多黎國的原因 那個地方是個森林來的 你遠離了文明的活動 你遠離了周圍去最近 由那裏駕下去最近的那個 就是 我先看一下 就是去看那個地圖就是 都是介乎於那個 聖湖安和那個Pontsay 就是中間夾著的那個山頭 就是你要去駕到附近 最近的那個城鎮 你都要駕幾個小時的車 一路下山這樣下去 就是起碼兩三個小時 就差不多了 駕到下山這樣 那你一定要貪去遠離 續世繁囂 這樣才能夠做到 最一流的觀察 這個也是那種坐地的 這種在地表的望遠鏡 就是那種限制之一 你要去到一些無人的秘境 你如果說夏威夷 還要建在一個高山上面 就令到夏威夷那裡 那些本土的土著 就一直非常不滿 是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中國就在貴州 找到一個地方 基本上就是無廟無人煙了 拿那個山谷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知道 中國這麼大 你想找一個地方 真的完全是荒山野 沒有人的 一個山區其實都難不難 說容易不容易的 其實有 那就是貴州就找得到 那就有這個潛質去做這個事情 那阿瑁斯普這裡說 就是說 就是少了這個就少了這個 不用這裡就算數了 現在這樣放棄狀態了 都是 但是那個在貴州號稱 是要尋找這個外星文明的 是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聲稱 尋找外星文明的 總之 其實我這樣說 不要說到尋找外星文明 你能夠尋找到一些 人家探測不到的信號 已經非常了不起 你不要管那個 會不會是外星文明 如果你要找到外星文明 首先你要有能力 找到一些人家找不到的東西 那樣子 我們如果真的找到一些 人家找不到的東西 那樣子是不是一定代表 障外星文明呢 其實很大部分的情況都不是的 但是純粹以天文發言來講 就是 整理任何望遠鏡 我當然希望可以看到 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這裏就限制了 我那個資金 我再投入其他的研究項目 甚至建立一個新的望遠鏡 會不會好過 如果在這裏還要重新撕垃圾 來將這塊東西還原呢 那那個成本效益問題 現在就基本上確定了 就是不會再重新 他當初那個 原來的整爛就是2017年的颱風 那就令到他基本上就停了 但是譬如台長你說 為什麼繼續做了新發現呢 那很可能有時候 以前的data 做了拿下來 去後來慢慢再分析 再發表的結果 就是基本上呢 他在那個2017年 應該這麼說 最初 就說的是 2011年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 不是 就是他已經不是這麼活躍地去做觀測一些事情了 但是真真正正爛就去到 就是2017年 又令到 就是那裏 就已經要退役了 就是 原本都有計劃地讓他退役了 那現在爛了 就更加 就是不會再想 就是延續他的壽命 就索性拋棄了就算了 就是 那簡單來說 我們有時候 你現在未來 如果我們的國際太空站 要拋棄 ISS 你想不捨得都不行 是不是 他運作不了下去 運作不了下去 最後 你不理他 他都要變太空垃圾 你可能甚至乎 要早點把他摧毀 他 講到哈勃 太空望遠鏡 他始終有一天就會運作不了 那對於這樣的器件 就是我們很 其實起的時候 也都很清楚 他那個運作的壽命 大約有多長 也都很清楚 他的限制去到哪裏 那到他真的運作不了的時候 我們唯有就是 要將他廢棄了 但是我就覺得 以Aresibo 他這個幾十年的數據採集 也都適逢了 橫誇了 這個冷戰時期到21世紀 可以就是說 這個天文科學 最開頭就是 吃正了一個小 最初我們沒有什麼很好的工具 突然間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於是他就可以有很多新發炎 現在我們在說我們有工具 但是差在有沒有一些更加精準的工具 就是Aresibo 真的是有一種叫 開人類天眼的一個歷史上的定位 一個這樣的作用 以後的事情只不過是純粹為了超越它 來做這個意思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